好,我們看看下一題 右途所示,波以每秒10公尺傳播,下列迅速,何者是錯誤的 老師跟你說過了 凡是考試有圖形,先看誰是重坐標,誰是橫坐標 橫坐標是時間,重坐標是公分高度 這個圖叫做攝影機拍的 攝影機有你拍的是幾秒鐘拍在哪裡 然後就對著某一個點拍它 然後看到一秒鐘在多高,兩秒鐘在多高,攝影機拍它看 然後你就看看你能夠看出什麼事情 你可以看出來它從上到下,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表示你可以知道什麼,知道周期 你又知道什麼,你又知道頻率 可是你知不知道一個坡有多長 不曉得,所以你不曉得波長 你不曉得波長 你可以知道頻率,你可以知道周期 可是你不知道波長 然後題目有告訴我波數 然後就可以求對不對,所以來看誰是錯的 這個正幅是10公分,看出來嗎? 平衡點要最高的,正幅10公分 所以B選項是對的,你選項是對的 周期是4秒鐘,怎麼知道4秒鐘? 上下回來,震動一次嘛,對不對? 震動一次所需的時間叫做周期 所以周期就圖上看出來是4秒鐘 所以周期4秒 因為周期是4秒,所以周期跟頻率互為导數 所以頻率多長4分之1 A就是什麼?錯的 A就是錯的 然後呢 我們說圖上看不出波長 但是因為我可以看出來頻率跟周期 因為題目有告訴我波數 我就可以算得出來波長 大家公司裡算嘛 大家公司裡算 波長除以周期叫做波數嘛 所以算算算叫做40公尺 所以豬是對的 所以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誰是錯的 A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叫做A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A 就是這樣 給圖形 然後這個圖還有另外一種 當回你會看到另外一種叫做 照相機拍的 咔嚓照一張 一根繩子的橙的長度 每根繩子的高度 所以橫坐標也是公分 重坐標也是公分的 你到你就會看到這種題目 那就是看到別的事情 所以先請你看清楚 你看到什麼圖 橫坐標是誰 重坐標是誰 然後你才會知道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 然後才可以大家條件 你去算出來 算什麼東西 這要是我們的立體靈了 OK